貨幣買下來這個當然需要很多的錢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去募還 當然這個錢他們只有一點點一點點募的話 大概他們要募那麼多錢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在全國的各地的精英裡面 有銀行界的人進來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就覺得說一個人如果把錢拿到銀行裡面去存放 那本來是希望他能夠升財 那麼一個拿到錢的人 他應該是為把錢放在資源裡面的人 做一個最好的一種保值 也要做一個好的社會的責任 所以他們就為這一個宣老成立了一個能源基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宣老就得到了差不多四百萬馬克的這樣子的一個數字的費用 他們算一算大概把電網買下來也就夠了 結果大家都覺得這個什麼事情都已經齊備了 現在就等了 這個他們也成立 後來他們也成立了一個電力公司 就是EVS 那當時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公司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 可是他們不是一個人成立 是一群人 大概有五百多個人 他們一起到那個公正出去 公正 所以他們是這個公司的這個所有人 所以大概五百個人在裡面簽名 把那個律師都嚇了一大跳 可是他們成立了以後 事情有沒有解決 並沒有解決 因為這個電力公司 他就出了一個天價要求要八百七十萬馬克 才肯把這個電網這個讓出來 結果他們為了這個電網 他們覺得說要不然的話就是去打官司 說他們這個在一個不公平交易下做的事情 那可是打官司大家都知道是費錢費力 到時候他們還是沒有辦法去發電 所以他們當時就答應了這個電力公司 然後就講說好沒有問題 那我們會付這個錢 可是我們有一個保留原則 那他們有那麼多錢怎麼辦 他們就到全德國各地去募工 然後告訴全德國各地說 他們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電力公司 他們要發乾淨能源 他們要假求能源正義等等等等 那希望大家來捐錢給他們 那當然很快的也是有很多的錢進來 可是遠遠不足那麼多 那這個時候 他就去說服媒體 結果沒有想到德國的媒體非常的非常的樂意 就是說他們發訊息出去 50家裡面有15家媒體 願意免費來為他們做宣傳 哇 結果他們還不能15家都用 他只選了一家 那這個人呢 就是後來我們在講到德國再生能源裡面 有個非常有名的一個電視的製作人 阿爾的一個製作人叫做 France Art 那他在幫他們做了再怎樣的一個宣傳 那所以他們在全德國各地就做宣傳 然後到處開課 告訴當地的人講說 電其實沒有那麼了不起 不是說不是像電力公司講的有那麼的複雜 那就幫他們去想像說電沒有那麼沒有那麼麻煩 好 然後然後這個接下來很快的 他們就真的在四個月裡面就募到了兩百萬 募到了兩百萬 而且呢 這個電力公司受到了這個 這個全德國大家那種關心 他們就他們又覺得說 這下子如果打官司打輸了的話 那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很快就講說 欸我們既估計錯誤 所以呢 那我們現在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欸我們把這個價格降低 所以呢 他們的錢是夠了 他們的錢夠了 政治上他們也經過了公投 那麼法律上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呢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是在於這個 是不是真的有全民的共識 可以為是 那這個時候電力公司就很厲害 就出來就講說 好 你們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可是呢 我必須要由人民自己來做決定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場空戰 然後大家都知道 這個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電力公司看起來就是那麼龐大 我那麼厲害 他們就秀出很多的機器 我可以放很多的電 你這一群叫做Klein-Fritz 就是一個可以做水電工的人 你去 你是有熱情沒有錯 也許把這個熱情放在別的地方 他們要來增電力這一塊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是唯一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不斷的去說服 他們就是挨家挨戶的 去跟當地的民眾就講 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呢 甚至就一家送一罐那個果醬 就讓他們在吃早點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個果醬 果醬上面寫一個9 就是說 我們不要那個大人電力公司 我們現在決定要拿EVS 來供應我們的電 那結果最後這個表演 真的非常的厲害 可以講說是把整個喧鬧 分成了兩半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 一個政治的鬥爭 你隨時可以在路上 就看到人家在談能源 談了能源的時候 就有一邊會發火 發火的時候就會吵起家來 這個是非常厲害 結果最後呢 終於這個決定的日子到來的時候 這個其實不是只有小鎮戰戰的人 是全德國各地的環保團體 他們都反折團體 他們覺得他們知道說 這一戰不是只有這個宣導的勝敗 或者EVS的勝敗 而是整個德國反折團體的勝敗 結果這個好緊張 我自己講到這麼多緊張 最後呢 他們那個地方分成兩個投票箱 第一個投票箱輸了 第二個 第二個投票箱輸了 合起來 賢勝 其實他們真的是叫做賢勝 那後來大家問說 為什麼他們看起來像小蝦米一樣 怎麼可以對抗這種大鯨魚呢 很多人就是知道說 就會解釋說 第一他們的熱情 第二大家的一種 大家心理上覺得說 他們就是始終如一 非常的堅持 那這個是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必須要有的東西就是堅持 那坐下去 終於 那個EVS 就接收了這樣的一個電話 然後呢 這個EVS 到目前 他不只為這個2500個居民發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而且是完全自主 他們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們目前的EVS 在整個德國 他還供應了差不多有十萬個客戶 就說遠在漢堡那樣子的地方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那個黑森林那個地方 在喧鬧這個地方 是非常難度的一個地方 他可以到 很遠很遠到漢堡 這個德國最北端 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人都可以得到他們的電 最後呢 這個 最開始 這位 可愛的 沃蘇拉媽媽 他有五個孩子 他現在跟他一起奮鬥 他現在是一個醫生 所以呢 他們最後就有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呢 他們是希望能夠 趕快停掉核電 全世界的核電 第二呢 希望全部用再生能源來取代 而且是越來越快越好 然後第三個願望呢 是能源正義 那我前陣子 到達魯馬克那個地方去 聽說那個地方的原住民 要為他們的能源正義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得到排電多少的電 可是呢很有可能要在他們那邊買和配料 所以他們在那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共識 就是說他們要做一個能源自治 那我也剛好看到說他們那地方有水利發電 沒想到在德國 他們經過那個重新在啟用再生能源的時候 像水利發電 他們就只是在裡面稍微改變一下 他的技術 然後就提高了四倍的 就是達到了四倍的效益 那其他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在德國那麼多年以來 他們有很多條件 天然的條件其實並不如台灣 可是呢他們當時敢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越來越來越改變他們的技術 然後也是因為他們的努力 我們也知道說 就這樣喚起全世界各地的綠人 大家都共同來做這個再生能源 最後就讓現在的技術越來越好 像比如說太陽能力轉換力越來越高 我們的他們有發現說 各地都有各地自己的那個發電的發電廠 就是民間自己的發電廠 就是再生能源跟傳統的電力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於 原來傳統的電力是非常集中的 這樣子的發電方式 我們當然剛剛田委員講到了 這是壟斷 這是獨裁 那再生能源呢 它就真的非常的明珠 它是分散事物 就像我們現在用家用PC一樣 每家都自己可以有一個PC 對不對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接下來就會涉及到很多 像比如說電網的問題 那就是說電網 也許就是要改變成了一種智慧型的電網 等等等等 那這些問題都想等一下 我們這個德國的在台協會的孔榮先生 他會從他的PowerPoint 或者他的介紹裡面 我會看到現在德國這個公民電廠 他們現在的一個樣貌 可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我們不要忘了 最開始在德國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我希望我們有機會的話 真的是 不是說我翻譯的有多好 而是這部影片 就是讓所有不是很專業的人 大家可以從非常非常這個緩慢 他很有地方可以讓你想一想的地方 也不要不耐煩 繼續看下去 可以得到很大的感動 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示 謝謝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就是大家如果針對剛才芬蘭說的事情 也想提問 或者是在場的記者也想提問 那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可以讓大家提出來幾個問題 的 請問一下 你跟我說 因為要滿電影的關係 所以我們跟民營有做一個合作 那我們這個合作的方法 在我們有四五種的方法 有其作新作 或其發生做的方法 那我們通常存存會有一些回饋 那它或五花或八花或四十八嗎 那它是用什麼方法 把這個錢的存款去 還是買來 在四年以內就能夠拿來 或五花或四十八 那它是用錢去滾錢 沒有 它就是有一個所謂的基金 就是等於算是 就是銀行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貸款 那將來它算是一個貸款 可是也算是一個基金 是這個樣子 那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基金 那 應該也有通風吧 對對對 好 方法 那我們接下來的這個時間 就先邀請前德國經濟辦事處的統榮總經理 跟我們分享一下 德國的制度上面的公屋領電腦 怎麼能讓他們現在能夠站到這樣的直扭耳的地位 那剩下的時間也許我們也不再做理會 好 謝謝 謝謝芬蘭 然後也邀請同榮先生熱烈掌聲 謝謝大家 我一點點太高了 你還好嗎 只好想給你辛苦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平常先自己介紹一下 我叫空榮 我是之前在德國經濟辦事處工作 從2007年開始 然後我特地的扶子是能源 其實財政能源的推動 跟接人的推動 然後這件的意思是 因為我沒有三七年後 我就離開了 所以沒關係 我還是在歐洲 在台灣的社會 是那個 NUCARM Initiative的director 然後我已經 七塊八年在台灣 就一直看到 台灣怎麼發展 財政能源的部分 然後看台灣的情況 其實做得越來越好 但是還有空間可以做 跟我們做這樣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很辛苦 從人們到政府 到別的黨都很辛苦 我今天要談 其實我們剛剛是 類似是一個很 experience 故事 就是他們這麼做 但是為什麼 要考慮到 真的要做這樣的一個 公文能源合作事 要用這麼方法做 我曾建築 20分鐘內 已經滿負責的 其實是一個 這麼可以做 但是在後面 還有很多 steps 但是好消息是 其實台灣有法律 因為台灣之間 也有德國的法律 但是其實 這個是日本的時代的時候 日本離開的時候 就我們的法律 留下來 但是其實比較有 美國人跟台灣的影響 但是其實你有 一模一樣的法律 在台灣就會有差別 所以我等一下會做 就給你們了解一下 如果你們不懂 德國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東西 當然你沒有辦法穿 一百分之一百到台灣 還是別的地方去 你一看我們的 Feed the Terrors 才有很多國家內容 然後很多國家 要有不一樣的方法 做得比較好 還是做得比較好 沒有這麼好 但是他們要看 他們的情況 怎樣 他們的馬克林 很可能要了解 因為剛剛也有一個case 德國是一個聯邦國家 然後我們其實到1871年 我們編了一個國間 之前是以國玩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地方 很小小的地方 他們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德國人是一個 很地區的人 他們先看他們自己的地區 然後看中央政府 所以他們也要看 他們自己的市局 要自己做事情 不會再靠那個政府 當然需要慢慢 但是不會這麼一直看中央政府 然後德國人 有另外一個 一個歷史有關係 因為1848年 1848有一個revolution 然後這個時候 中央政府很嚴格 關那個freedom of speech 所以德國人做什麼 他們開始做運動會 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運動會 就做比較political的 work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德國人非常愛協會 都有 從PETS到Energy到 無所謂 有做很多協會 有很多activity 所以這是一個 那個合作式的background 然後當然我不會再說 你們應該給德國滿清楚 現在我們在台灣很多資訊 有做很多演講 我們其實有1990年開始 有宣布了歐洲開始 deregulate 他們的市場 他們的電力市場 所以之前也有意義 其實是monopoly 現在都是free market Grid跟power generation 都是free market 大家可以參加 然後200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修那個FIT law 就非常成功 加了非常多財政能力 然後這個時候發現 因為你用財政能力 是一個非常decentralized的事情 你不靠一個很大的電器 你有很多很小的電廠 所以開始decentralized 那個market 這個對大公司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business model 非常不一樣 然後你們繼續看得到 去年 我們最大的youtility 有說他們離開fosserfuel 因為他們只有虧錢 沒有辦法 現在有很多財政能力 他們其實發電的時候會虧錢 因為他們就沒有辦法賣到 他們的業 所以我們有一個size change 年紀嘛 然後我回下一個 就 所以我剛剛講 我們的market players 是誰 所以那個big 4 utility 是14個很大的公司 他們大部分是private 然後我們才會 我也很特別的是 我們每個地方 每個比較大的政治 他們有自己的電廠 然後1990年的時候 到2000年的時候 他們就做privatization 他們賣掉 但是你現在看 他們要賣回去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 賺錢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 就是自己的電影公司 跟電網 然後當然有政司 因為政治他們也會 現在安全開放 把他們的學校 跟台灣一樣 你看台南政府 而台北市政府 他們都也有自己安全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們也是一個energy player 好 然後在德國也很大 是農業人 第一塊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土地 所以他們又會安裝 很大的太陽能 還是他們有風力發電 有風力發電 所以他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類型 好 當然跟台灣一樣 就類型 然後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自己安裝 跟台灣一樣 你可以自己安裝 你的太陽能 幫你運用不定的話 還是你透過一個合作 就是做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player 也是一般的公司 因為他們也可以在他們的工程 還是哪裡也可以放太陽能 所以他們也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還是他們也覺得是對我們的 profit line 很好 還是我們要 CO2 settings 還是Apple要求我們做 這個財神營業的東西 所以他們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 然後當然很重要 然後這個才 台灣剛剛開始了一些 發電線 因為你投資 台南能還是風力發電的話 這個沒有什麼便宜 你沒有把它自己拿出來錢 這個是一個聯合的東西 所以需要銀行的幫忙 但是台灣剛剛開始 那個finding sector 就比較錯了這個東西 好 其實這麼錯 因為這個 我這邊就放這個影片一下 其實 德國人透過一個東西 是叫客座 是台灣的 台灣這個有在銀行的方面 跟農業的方面 已經有這樣的合作事 合作事其實在德國的法律 是commercial law 是1889年錯的 然後台灣有一模一樣 叫合作法 合作事法 就一樣 合作事的好處是 這個要公開給大家 要參加 沒有辦法說 只有台南人可以參加 台北人沒有辦法參加 這個法律說不行 你要給大家可以參加 然後他們最重要 就是其實在台灣的法律 所以一條一是一模一樣 切的 是support or purchase or business activities of global people 所以你賣東西 賣東西 還是你給別人的東西 所以你會做合作事 最重要是 Social or cultural purposes 所以你的目的他們要傳遣 但是他們不是跟一個 部分優先公司一樣的 因為亞人所傳遣 因為他們要比較靠 他們Social的方式 然後最近要 我剛剛講過的 德國是比較分餐的 然後靠很多是 自己幫忙 自己吃人 自己管 然後 Identity principle 這個意思是 因為Members最大的 最有權利的 所以是Identity principle 然後在德國他們修法以後 就是為什麼很可能 台湾跟德國現在不一樣 你需要最少三個人參加 這個然後是一個 優先的法律 優先的公司 所以這個意思是 你只有有capital 如果有任何意外的話 只有capital 他不會追你 然後說你我自己拿出來 你會把錢給我 可以給你一個錢 在德國村 我現在有七千六百個合作室 然後其實大部分 真的也是銀行 德國有 在很多比較小的地方 都是那邊銀行 做這樣的合作室的方法 然後另外一個在德國 也做的是住在 因為我們德國人 沒有愛買房子 我們叫做房子 所以這個合作室 他們有很多很多房子 然後你可以參加 當他們的妹妹 可以住比較便宜 他們會做人做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的個人 其實是一個類似 mixed 協會跟 部分有限公司 但是部分有限公司 在德國人需要 500,000 euros to capital 在合作室方面 你不需要這麼多錢 其實沒有限制 你也只有五千五年 然後非常重要是 在合作室的話 不是你的capital 是你的worldly 所以如果你方向是一萬塊 另外一個人只有兩千塊 不是你最大的 你們兩個人都有一個volts 所以是每個member 有自己一個volts 不是他的capital 他們做這個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樣是 一個合作室的idea 然後我們有一個集會 我們也有一個集會 看他們 因為 我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你會在監視 感谢观看